36. 《蘋果日報》 綁架案控罪披露羅君爾名字 2015年7月8日法庭 A.12 本報信巴士尼創辦人羅定邦孫女羅君爾被綁架 勒殺2800萬元屬金案,昨日在提堂 控方修訂控罪,將受害人身份由X改為羅君爾 控方在庭外解釋 由於受害人已召開記者會確認身份 律政司亦無需隱藏,案件去察後至9月15日再訊 後警方進行法徵化驗等調查 被告鄭興旺29歲,作刑與前兩次提同一樣身穿黑色短就上衣應訊 精神及心情明顯不足,更一度向公眾植微笑揮手 他作末申請保釋,須繼續還甲 辯方作只希望作天衛控方最後一次申請押後 但控方回應表示不可能,因警方未來仍需繼續搜證 如尋找藏參山洞位置及撒取法律意見等 控罪指被告於今年4月25日至28日間 在港串謀令五男子綁架羅君爾 望見宣刊後期 持 士 士 二千零 九十十五記者林爾旗 中文字幕——YK